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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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問我經紀人是在做什麼的 基本上經紀人要學的東西很多 藝人他們覺得 認為他們應該具備的東西 你自己都應該先具備 首先你要先懂化妝 因此我在很久之前 進來這行當經紀人的時候 就學了化妝 然後還有學了髮型 怎麼吹枕 杨茜茜看一下正面 看一下頭髮 後面有一點 有一個 有嗎 有稍微要嗎 我覺得你捏很OK 蔡欣妍對不起 有沒有到眼睛 剛剛那幕怎麼沒有拍下來 就在臉上好 另外還有就是搭配造型的問題 因為你身為一個藝人或是模特兒 其實你對於美感的東西 應該要很敏感 如果你不夠敏感的話 其實你的個人特色 是沒有辦法凸顯的 那麼廠商看到你的時候 他怎麼會特別想炫你 但是有什麼八號 都可以用來喔 幾號 八號 好 又是化妝又是規劃行程 的確想要當個好的經紀人 真的就是最好 十八般武藝樣樣都行 一二三四走 好回來 不錯不錯 回來要記得亮相 要賺定點 他是富文 喜歡別人叫他小米 在當經紀人之前 他也是一位模特兒 一位演員 只是置不在鏡頭前 後來才會決定換個方向 努力讓他們成為美光燈下的 真正焦點 音樂喔 一 二 三 四 好 很好喔 好 抱歉 你可以換照片 把我拍下來 他是富嘉玉 除了喜歡演戲之外 在平常的生活中 他跟他也是工作夥伴 因為他們想要創造出 專屬於自己的造型特色 是啊 我跟妹妹也非常非常喜歡 一 二 三 一 二 一 二 二 一 二 一 一 二 一 一 三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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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我妹妹也非常非常喜欢时尚的东西 所以在今年七月中左右就会上线 它其实外面还在做一份 所以我的扣子是很长在的一面 它可以把外面的清洁的感觉 感现得很好 我觉得比较愤怨的点 看起来小米除了经纪人的工作之外 还想发展服装事业 你裤子什么时候买的 我觉得很好看 我们之后要把你坐上上摆什么的 我觉得我们可以进去 那我们的风格是走的比较是黑白灰的颜色 然后俐落一点 然后还有我们很强调比例 因为我们两个人个子都不高 就163公分 那也不是名模的身材 腿特别的长 所以我们非常注重的就是比例 还有怎么去修饰我们的身体 事业这么多会不会顾此失彼呢 小米认为这两样其实就是鱼帮水 水帮鱼毕竟人有衣装不是吗 除了要懂看得到的 小米也认为许多硬知识 像是财经政治这些范围 经纪人最好也都要有所涉略 因为大家待的毕竟是演艺圈 是时尚圈 所以有效的沟通 不要触及人或公司的地雷区 这反而是当一个经纪人 很重要的挑战了 有的时候表演者应该只专注在自己表演身上 那其他比较细节的东西应该由我们来帮他们做协助 能不能亲手打造出一个超级巨星 小米想要挑战这个终极目标